又到了一年一度不知道是人赏樱花还是樱花赏人的时候啦 啊不我每次看到好看的东西呢 都本能的想要把它变成食物 上次去水族馆 可可 今天教你一个能把樱花封印在碗里的大法 施主你只需要掏出一朵花 一边搓一边大声喊 我爱芋头 boom就做好了 呵呵开玩笑快醒醒 真的想做就快去准备颜子樱花 有蜜子樱花当然就更好了 但是我买不到GG 还需要agaragar 中文大概是穷枝粉吧 我也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 据说白凉粉也行 就这样 原料就备齐了 你们再跟我说原料多试试 哼 把鲜花泡上水 待半天 中间换两次水去咸味 真的好的水性悬饼 水和穷枝粉的比例很重要 你们看到那种硬到有笼有脚的都是假的水性悬饼好吗 作为良心啊 为了找到最好的比例 我彻夜做了好多实验 终于找到了 只适用于我这个牌子的 黄金比例 按比例把粉分和糖调匀 再慢慢加入水 搅和到全部融化 然后上锅小火煮到沸腾 不要贪心煮太久 不然水都蒸发了 好不容易研究的比例就白搭了 煮出来的溶液 倒到这个长相很色情的模具里 没有模具拧 原底的小碗也行 揪着樱花的屁股 旋转跳跃 利用离心力 让它舒展地待在溶液里 用球的宝宝 我们再盖上盖子 继续浇点溶液 不用浇满 就可以放冰箱冷藏 等它们凝固啦 水性悬饼呢 正常是配黄豆粉和黑糖浆吃 因为买不起现成的黑糖浆 我买了黑糖 加了一点水 小火熬成了糖浆 多余的放罐子里以后 冲水喝 对女生可是很好呢 豆粉因为我更买不起墨 所以我买了现成的 两三个小时以后 冰箱里我们战斗的结晶就做好啦 跟你们说 我揭开这个盖子的时候 内心都是颤抖的 男孩女孩 会不会很丑 不像我怎么办 果然和我一样标志 你看真的好的水性悬饼 你晃它的时候 它会堆堆堆的哦 最后撒点豆粉 加上糖浆 配壶樱花茶 这就是春天的滋味啊 不喜欢豆粉糖浆 搭配的宝宝 配樱花蜜和樱花碎 也是很棒的哦 今年你们就别去外面 看樱花啦 直接看我碗里好啦 摸摸哒 等你听说 你还记得不在乎 你已经成为了 到这儿换你的 保证了 译到这儿换了 看来